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 其实在古老不过 这是一句老话 夫妻叫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这个古老 甚至有人说是有点封建的观念 在现代的家庭跟婚姻经营上 还有那么高的重要性吗 看我们今天的主题 门当户对是台湾家长们 对于子女婚姻的基本要求 但如果子女们要结婚的对象 是你不满意 不喜欢时 又如何去处理和沟通呢 我妈妈是我的男朋友 你是吧 你还在读书吗 我现在还没在读书 那你是在做什么行业的吗 我现在在家餐厅当外厂 外厂 那你父母是做什么 我爸妈在妖口卖芋药蜜酸 卖芋药蜜酸 不好意思 我去一下洗手间 好 昱如 你过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好 昱如 你怎么会交这样的男朋友 也没有学历 也没有家世背景 你看跟我们家比起来 真的差很多 你觉得他适合吗 可是他很帅 帅有什么用 帅能当饭吃吗 根本就是门打字不对 你自己看个办 妈妈 大妈呀 门当户队 请你想真心相爱 吵翻天 今天就来说明白 门当户队这个成语大家使用了很久了 我就看看我们现场的观众们对于门当户队的观念 是不是在你的脑海中还是依旧在今天有那么高的重要性 秦明认为即使在现代的婚姻当中 门当户队在你的观念里面还是很重要的请答圈 门当户队我们听了很多也说了不少看看大家的观念中在婚姻里面还是那么重要吗 显然在两个世代不同的脑袋里面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同的价值观念 我先问一些年长的朋友们他们的观念是如何 三号妈妈 因为门当户队的话以后婚姻比较不会有争吵 那你认为门当户队的意义是什么 什么叫门当户队 就是家事学历背景要相当 那以后婚姻夫妻也会比较有话题 除了性别不一样其他都应该要一样 最好是 我不会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让他们有自由的想法就好了 对 所以你觉得夫妻之间没有门当户队也可以 也可以 条件不一样也可以 对也可以 对 好 我再问一下我们的十一号妈妈 我有两个女孩 要嫁我没去跟她说人家那边散开 我没有爱 我都自己年轻人教她 这样就好了 对 我再问一下六号爸爸你也是赞成的 我是反对这个门当户队的 对 那我觉得在现在的门当户队应该是两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和婚姻观一致 而不是只问说南方是公务员 女方也要公务员 或南方是有钱的家庭 女方也要相配衬 而这个观念可能在五十年前一百年前成立 在今天二十一世纪二零一零年 这观念应该被甩掉 而只问这这一对男女 他们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 而这是现代的所谓的门当户队 这是我的观念 为何爸爸你点出了一个可能问题 我们讲门当户队的观念的时候 大概有所谓的传统版跟现代版 两个观点 我特别去查了我们教育部的成语字典 所谓的门当户队的观念 结婚你觉得教育部是怎么解释的 教育部参考用就好 教育部的解释很简单 我觉得还是要门当户队 对 教育部的成语怎么解释 门当户队这个概念 在现代的观念里面怎么讲 你现在是要问我 对 就是说我们加了这个门 跟你们加了那个户 我们要对在一起 OK 那我们自然就可以交朋友 或者是大家来联姻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家的门那么大 你们家的门泼泼泼泼的 这样就很难 大家在一起交朋友 有道理 但为此现在很多人的家 有好几个门也不一定 还有前门后门 教育部的解释很简单 我觉得可能比较接近 刚刚六号号讲的 传统版就是按照教育部的成语版本 经济跟社会地位相当 我们有着共同概念之后 我想起现场我们有过这方面 你因为跟对方的经济 跟社会地位不相等 遭到对方的家庭 反对阻挠 或者干扰你们的交往关系 甚至婚姻关系的 请举手有没有 结婚你等一下 我们先从十二号开始 经济跟社会地位 我们从这个最传统的观念 经济地位 十二号 因为我上一段的感情 它是他们家非常的有钱 算是有点类似爆发户 你呢 我们家就是比较中产阶级一点 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只是 中性证捐一个小小的员工而已 所以他那时候 他爸爸就非常强劲 你们双方的财富有距离了 对 有距离 所以就非常的反对 然后甚至给我的评语就是 没脸蛋 没身材 不健康 然后还说我不够贤惠 不够活泼 怎么可以讲这种实话 没关系实话我也认同 可是你讲的是 经济地位不一样 对方并没有说是因为你家里没钱呢 有 然后他又说门不挡户不对 因为他觉得我家就是穷 然后他们家就是有钱 但他这句话讲出来了吗 有 他有跟他儿子讲过 但他没有跟你讲 没有 因为我们完全没见过面 没有讲的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吗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见过面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爸妈怎么看我的 后来这段感情就没有了 没有了 因为觉得压力太大 而且他爸妈甚至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旁边的十三号呢 你也是吗 是 我前女友是个医生 那我当初刚退伍嘛 那只是一个饮料店的老板 那虽然运气很好认识了 但是对方的家长就觉得说 他们家的小孩子念到了医生 那是不是应该要嫁给医生呢 怎么可以跟一个一般的男孩子在一起 而且我是单亲家庭 那他们家又是那种双亲 很疼爱小孩子的家庭 他们也会觉得说 以后我们长大 就算真的结婚了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问题 离婚 你们交往的时候 刚对方的家庭状况你开始了解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主力就要来临了 其实当初真的没有想太多 而且其实结识的时候是因为女生主动 跟我们相似的嘛 那所以我们当初真的没有想太多 也以为对方家庭可能也是像他一样这么开朗 结果到了人家家里的时候才发现 哇 真的就像大人这样的 可能真的是两个家庭的问题 如果没有他父母亲的这个 不一样态度 你们觉得你们的感情可以发展出来吗 应该可以 而且当初其实女方有跟我讲说 我们结婚吧 但是就是因为爸爸 他的妈妈其实非常反对 对 那最后也就这样子 吵吵结束了 好 铁辉该你的故事了 那个 我差不多在30岁的时候 朋友介绍 然后认识一个从国外念书回来的女生 然后我是第一次到人家家里面看到说 为什么那个家的客厅要摆两套沙发 就是光是客厅就六十几坪 就是好爷人好到这种程度这样子 那可是那一天又很不巧 就是我正好去他们家 我正好穿了一双破的袜子 所以他妈妈从我头看我的眼镜 然后我穿的衣服到袜子 然后那个大拇指又这样 叮咚叮咚这样动了两下 他妈妈就 然后大概就跟刚刚那个段VCR有点像 然后就进来 然后就 我是没有听到啦 但是后来那时候我的女朋友有讲说 说妈妈说 你爱听话啦 你吃得这么大了啦 白富池跟你这么大了啦 你要懂事啦这样 那我想也许有一些更特别的话 他们有讲给我听吧 也许他们只是因为那双袜子的问题 换一双袜子去也许就改变了 也许齐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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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就是这样子 因为后来他有很认真跟我讨论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覺得 那时候你的自己的条件状况呢 因为我那时候刚拍完那个《加加福母记戴小璋》 我全心投入在劇場 我在學很多劇場表演的這些工作 所以收入沒有像現在這麼好 那當然條件就真的 也沒有那麼穩定 你覺得這種用 剛剛我們講的社會跟經濟地位 來評價一段感情的公不公平 你自己親身經歷過 我覺得還是某一部分的公平 就是說為什麼你看 通常跳出來講話都是媽媽 因為媽媽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去吃這種苦 不管是生女兒或生兒子 但我覺得如果現在的社會是男生 他比女生好一點點或好很多 我覺得OK 但如果男生真的是比女生差很多的話 我真的覺得還是就 就一場遊戲一場夢 所以你覺得這個門拗戶隊 即使在現在的婚姻觀念中還是重要的 還是重要 好 五號 像我現任女朋友 她的媽媽是公務人員 然後她爸爸是前任的華航機長 所以他們根本 大家一聽就知道 他們一定是 眼睛掌在頭上的那一種 對啊 然後 然後就是 就有一次嘛 有一次我就去他們家 然後她爸爸吧 她爸爸就從樓下看 然後看到我騎 看到我騎車 他直接跟我女朋友講說 你爸爸我27歲就會開飛機了 他現在會 就要回去 我就直接當面到她家 馬上聽到我女朋友說 你回去 我就直接回去 我超 結果我女朋友說 跟我說這個原因的時候 我真的 一個月吧 一個月不想看到她 因為我會覺得說 哇靠 我真的有那麼差嗎 我真的有那麼差嗎 你騎的摩托車 是不是上面有貼貼紙什麼 什麼尋夢啊 追風啊 那人家看到當然就很痘痘 有沒有 好 媽媽年輕也瘋狂 為了不相配的另一半 與家裡鬧翻了 我大哥他就跟我說 你如果再繼續跟他交往的話 你的下場就像這張桌子一樣 然後那個桌子就裂開 然後我就跟他說 如果我沒有跟他繼續交往的話 我的人生就會像這個桌子 這樣四分一次 謝謝 就有一次嘛 有一次我就去他們家 然後他爸爸吧 他爸爸就從樓下看 然後看到我騎 看到我騎車 他直接跟我女朋友講說 你爸爸我27歲就會開飛機了 他現在會什麼 就要回去 我就直接當面到他家 馬上聽到我女朋友說 你回去 我就直接回去 我超 結果我女朋友說 跟我說這個原因的時候 我真的 一個月吧 一個月不想看到他 因為我會覺得說 哇靠 我真的有那麼差嗎 我真的有那麼差嗎 你騎的摩托車 是不是上面有貼貼紙什麼 什麼尋夢啊 追風啊 那人家看到當然就很痘痘啊 有沒有 因為你這髮型會讓我想到 你可能就是一副死樣子 沒有 其實我後面有放養樂多 我是夢養樂多 你是不是覺得你跟他 條件差異最大的在哪裡 差異最大 我覺得 差異根本就是他爸媽吧 我跟我女朋友完全沒有差異 我們學歷啊 經濟方面啊 其實條件都一樣 根本就是 門到戶不對這種東西 根本就是爸媽所搞出來的東西啊 嗯 根本就是爸媽搞出來的 包吹音 對嗎 如果年輕的時候你問我 我會覺得 只要我愛 誰管得著 只要我快樂 可是現在我們上了年紀了 現在告訴年輕的這個 晚輩們告訴你們 其實 門當戶對還是蠻重要的 那但是重要不是比誰有錢喔 也不是比誰加什麼客廳六十坪喔 什麼兩個套沙發 什麼他爸爸會開飛機 關我們屁事啊 他爸開飛機 對不對 對 好就拍手啊 我覺得現在要在意的是什麼 在意的就是 兩家的這個個性 就所謂的這個 家教 習性 個性 還有興趣是不是相同 真的可以很有禮貌的去愛戴 去包容 我覺得是這樣子 那包姐我問你喔 對啊 兩家興趣什麼的 對不對 那個都跟高爾夫球有關係 這一家的爸爸媽媽呢 禮拜六 禮拜天都去打高爾夫球 另外這一家的爸爸媽媽呢 他們就是Catty 就是在那個球場服務 做球場管理 你覺得咧 我覺得沒有什麼關係啊 這有怎麼樣呢 他不偷不搶 不騙不拐 對不對 他靠自己的能力能夠賺錢 我覺得就夠啦 所以你現在還是很浪漫 因為這個真的是很困難 但是真的是就也不可以說那個經濟 就是完全沒有經濟基礎 那也太慘了 那也太慘 真的 年輕朋友當中有沒有覺得 在這個門當戶的觀念 在你們心目當中 認為是這個還是很重要的 我們剛剛看了 是為數很少的同學 認為說很重要 究竟是哪幾位認為很重要的 三號 你呢 教授 你的理由 因為我覺得婚姻還是兩個家庭的事情 所以如果說我們必須要共同面對一些事情的話 有沒有門當戶對 我覺得是造成衝突的一個非常必要的條件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非常支持要門當戶對 你有自己各方面的經驗的觀察嗎 我之前第一任男朋友是那個運動選手 在學歷方面 我自己是學護理的 然後學歷方面 家長就會覺得說 那你應該在職場上可以遇到醫生啊 什麼的那種學歷跟你 就是會 社經地位會比較好的 所以父母還是就是希望我再多看看這樣子 你自己也接受這個觀念嗎 在一開始當然是非常的有 會跟父母會有一點點想法有出入 可是因為這段感情後來沒有了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我還是贊成我父母的想法 對 我想請問一下黃老師 劉老師 基本上現在我們剛剛聽到是在有兩種 一種就是社會經濟地位 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價值觀念的問題 究竟在現代的婚姻裡面 究竟哪一點現實比較重要 所謂的門當戶對的觀念 難道已經不是經濟跟地位的問題 我想對二十歲的年輕人來講 跟三十歲的成人來講 我覺得其實這個主題 他們所在意的程度是不同 二十歲我會覺得門當戶對這個主題 也許不是一個最核心考量的問題 可是三十歲左右的話我就會認為那是一個還蠻值得去考慮的問題 因為剛剛有一位女性朋友他講得很好 其實這是兩個家庭的一個主題 不會是單單你愛我我愛你 就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可以跟大家來報告一件事情 再根據我最近拿到的一個資料就是說 年輕人他確實對門當戶對這個條件已經排除在十大之外了 那換句話說像我 我是一個外省 我在眷市長大的孩子 那麼我太太呢 師母呢 她是非常 我是Nobody 那師母呢 她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一個一個本省的一個醫生的一個家庭 我們兩個是完全是不同的 那語言不同 所有的行為不同 所以包括我們的想法也不同 所以說門當戶不對 不該只是在外表的經濟或者是條件而已 心理的也要對起來 那更重要是核心的東西 還有就是你們所說的 你們之間能不能彼此成為好配偶 好夫妻 彼此的扶持 這我想說這才是門當戶對 我覺得門當戶對有適度的保障 但是她絕對不是婚姻的絕對保障 她剛開始的時候會提供你一些資源 可是畢竟婚姻是兩個人要一起面對 一起去經營的 如果沒有愛情的基礎 或者是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 就是對你將來要經營的家庭的方向是怎麼樣 你事實上是沒有辦法走完這一趟路的 而且富不過三代 很多有錢人家的小孩她會保守 她會比較或者是嬌涉 或者是覺得自己已經到了那個 就是沒有奮鬥的目標就對了 父母親已經很成功 她不需要再奮鬥 那這種我也不會放心我的女兒嫁給這樣子的家庭 那但是如果說我很相信英雄出少年 那如果兩個人敵手貧竹 然後兩個人一起去奮鬥 兩個人一起上進 然後兩個人一起去經營自己的未來 你們不覺得這樣子的果實比較甜美嗎 甜 甜 非常甜 那我自己就是有這樣子的經驗 那因為以前我在年輕的時候 事實上我回應那個三號小姐 我自己也是學護理的 那我的先生就是醫師耶 可是我們當時還是被家人反對 因為當時的父母親 我父親已經離開 已經過世 然後我是家裡的獨生女 那家裡都是哥哥 然後他們事業有成啊 那就好像就是說怕我吃苦 我也 我當時不能理解 那我先生那時候只是醫學院的學生 就是實習是一個月只有6000到8000 那我當時會看上他是因為他奮鬥上進 然後有一顆勇往直前的心 真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是同一個大學 然後看到他都是很有理想 很有抱負 那所以我們在 就是在交往的過程當中 後來被父母親 被媽媽跟哥哥知道之後 我媽媽跟我說 如果你跟他繼續交往的話 我就跟你斷絕母女關係 那我回應他說 可是如果我沒有跟他 如果我沒有跟他繼續維持這段感情的話 我跟你維繫母女關係也沒什麼意義 然後我大哥就更勁爆了 他就跟我說 你如果再繼續跟他交往的話 你的下場就像這張桌子一樣 然後那個桌子就裂開 然後我就跟他說 他說如果我沒有跟他繼續交往的話 我的人生就會像這個桌子這樣四分五裂 可是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我們奮鬥過之後 我們現在有很幸福美滿的家庭 就像他爸爸 我的想法是覺得門當戶不對的話是比較好 因為讓年輕人自己去選擇 因為我自己本身學生時代就是自有戀愛的 那我們家是居然子弟 那我老婆她是我高中的學妹嘛 那當然就是我們結婚大概八年 我們就離婚了 那我離婚十幾年了 那目前是一個單親爸爸 那但是我對我兒子的想法是說 你想做什麼就去做 那對象來講的話 就是要是人品好的話 那就都OK 我跟我先生是家事經濟背景都相當 那你為什麼認為 你看到別人的例子 所以你覺得門當戶的很重要 因為我朋友有的是不是相當的 但是吵架都會因為這樣子的爭吵 如果是您的小孩呢 他喜歡一個人 那結果這個對象不是你喜歡的 因為當他錄婚姻了以後 你就會覺得面包其實比愛情重要 很多現實的問題 但是像我也是單親家庭長大的小孩 可是我現在是個老師 是 但是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兩個家族的事情 不是只有單純是兩個人愛情的問題而已 可是我也有遇過兩個門當戶對的例子 但是他的婚後生活並不幸福 他甚至遭到婆婆的虐待 然後小姑的那種惡言相向 他們兩個也是門當戶對 為什麼他們就不幸福呢 因為我覺得你講的應該是個案 因為大部分就是如果說門當戶對 我們是只說如果進入婚姻以後 會夫妻有共通的話題 然後如果發生爭執也不會因為這些 就是把它當作話題來爭吵 就是我一個朋友 他們家的父母都是大學校長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挑選的媳婦 應該要有一定的學歷一定的家世背景 而且他們覺得說這樣子 如果娶進來的媳婦也會跟公公婆婆 會比較好溝通 所以他們認為門當戶對是很重要的 現在的社會裡面 有些人他不是不想念書 或許是家庭經濟的關係 讓他沒有書念 但是他還是很努力地在這個社會上 在找出自己該走的一條路 而且他也很認真 這樣子你也會這樣否認他嗎 我們就以這個三號媽媽你剛講的來講 就是提到一個學士要相當 是嗎 對 好 我們就看到現場的家長們 門當戶對的 你認為所謂門當戶對的 不管是現代或傳統 門當戶對 你認為學士相當 在婚姻的幸福當中 是很重要的心理大事 有三十五家長認為學士相當是重要的 七號媽媽說說你的理由 我當初有教一個是博士 我只是高中生 我們交往也是一兩年 結果她後來說她出國去 就沒回來了 那她的道德有問題 不曉得 所以你覺得是因為她是大學的 她是博士 妳是高中生 對啊 所以她比較富心漢 怎麼講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道德越低落 你有啦 不是這樣講 所以你覺得就是學士之後 造成她比較有優勢 對啊 所以她後來就走了 對啊 我覺得就像學生講的 就是女孩子學歷高 男孩子學歷比較低 這樣比較有優勢 我覺得門當戶隊就好像是 一個運動 一場比賽 如果打籃球的應該都是那種瘦瘦高高的 我們很少看到那種很矮的 像納豆這種可以打得很好 那如果你是要去打趕籃球的話 一定都是粗粗壯的 對不對 那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門當戶隊 我們一直在講就是說 我也可以問對面的爸爸媽媽 如果你們是一般的公務員 一般的那種 上班族的家庭 然後你的兒子也很上進 可是呢 你們的親徵現在是住在地保豪宅 光是繳 那個什麼管理費 一個月就繳五六萬 這還算一戶 如果他們家是買三戶打通的話 一個月的那個管理費 就快二十萬 這樣要怎麼結錢 你真的會答應說 讓你兒子繼續去追 這一個千金大小姐嗎 其實是個管理費 不要試看這個千金大小姐 她的家教如何 她會不會交涉 她有沒有真正愛這個兒子 她也沒有交涉啊 比方說這個季節到了 因為她從小就是這樣子 到這個季節她就是要吃櫻桃嘛 結果呢 她以前一買都是要買那種 XL的那種的 一盒就要三千塊 她也沒有交涉啊 可是現在她的老公 一個月賺三萬塊 你覺得她可以買三千塊的那個櫻桃 給她吃嗎 如果她們真的有相愛的話 這個女孩子會改變 然後她 對 因為她人是情境之子 她可能是在她以前的原生 我覺得不會 如果她們彼此互相的能夠 可是櫻桃改變了 然後大雜蟹也改變了 出國去玩也改變 什麼都改變 你覺得真的那個女生 而且就算那女生不講話 那個女生的爸爸媽媽也會講話 如果說她活得很愉快 人生不是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就是說最現實的 不一定要瑞士 比方說每個禮拜天 想要跟爸爸媽媽吃個飯 可是她根本 我們就去永康街夜市啊 你找地堡的爸爸媽媽去永康街夜市 他也回去吃 這也是一個方法 這個真的是很浪漫 才會啪 不過結婚是這樣講的 雙方家庭的經濟條件不一樣 會不會帶來一個生活習慣很大的差異 我覺得會 以我這樣工作這麼多年 我到現在還沒有結婚 所以男女雙方的門當戶隊 第二個條件 是不是在生活習慣上的相通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我想問一下我們後面的年輕朋友們 當我們今天現場 只有四十位年輕朋友 我想請你們調查這個 你們認為 現在男女家庭的婚姻的幸福 男女雙方結婚 他們的生活習慣要相近 是不是很重要 是的 請答示 講一講看你們的理由 生活習慣不相當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我想問一下七號 我本身是單親 然後媽媽又領有殘障的證明 然後我有背負著我個人債務 她現在已經過世了 對 那因為在這樣的 懸殊的背景之下 當然我們當初交往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是很開心的 沒錯 但是 遇到要見雙方 就是要見家長的這一步的時候 其實自己就是 這樣子生長的背景之下 就會覺得自己本身就是有自卑感了 我認同這位同學的說法 就像我當初 我也是個老闆 可是他們的家長就會覺得說 就算你再怎麼做 也不會由我女兒賺得多 可是我們一天 卻要工作16個小時 可能比他們都還要長 那不管再怎麼做 家長還是都不認同 那其實都是很大的壓力跟問題 所以家長認同不認同呢 你們兩位都一樣的 還是一個經濟地位的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嗎 我覺得家長 比較會看的是這個耶 親近地位不同 會帶來生活習慣的不一樣嗎 就像剛剛輝哥講的 稍微些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旁邊14號 大哥 我補充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有一位天后 她也憑自己的歌藝 賺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然後甚至都還回到家裡面 去照顧她自己的家人 買山買地這樣子 那她那時候也有一個很棒的男朋友 可是這男朋友她是ABC 結果他們回到他們部落去豐年祭的時候 我想回來她男朋友 就已經打了很大的一個問號 這段感情還要繼續下去嗎 因為一來大家是在烤豬肉 對不對 大家喝小米酒 有的又套那個保裡打鼻 所以那個杯子他們習慣是自己一杯 可是他來來來來來來 大家都共同用一個杯子 然後那個烤肉上面很多蒼蠅飛來飛去 他們原住民說沒有關係 揮我們還是吃啊 沒有關係不會生病 但是她認為說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你看那個生活的習性的落差很大 你覺得怎麼可能在一起 可是跟她度過一生的是這個天后 不是她的族人啊 但是她要不要 這是她這個人的道路有問題 那那個豐年祭這個男生 要不要跟她回去 難道今年回去 從此就不回去嗎 不行啊 可以慢慢溝通 可是如果是因為這樣子 變成一個分手的欺因 我是覺得這個是男生方面要負的責任 我同意 這是觀念的問題 不是 反正就是有緣 自然有緣 真心相愛 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可是呢 沒有緣或者是家長包容不夠 沒有給年輕人的祝福 什麼問題都產生了 都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 現在夫妻有沒有弄 就是兩個人要 要溝通她的人生觀 價值觀 像剛剛講 她喜歡吃這個東西 我不喜歡吃 你尊重啊 你喜歡吃辣 她喜歡吃甜 你不會強迫她 硬要吃你的甜 她有那個生活習慣 尊重啊 比如說有人擠牙膏 她就要從中介級 要從尾巴擠 沒關係啊 那兩個人 如果真要造成同一個方式的話 那也經過溝通 經過這樣的協調 你沒有去參加過瘋年祭 那個很恐怖耶 沒有參加過 那個就算你不要喝 它也是往你嘴巴灌進去的 沒關係啊 如果那時候你心敞開的話 你就喝了 沒什麼關係啊 這完全是個觀念 你會不會轉開 你就是不要那麼固執 那今天確實 今天的婚姻型態 她的教育就是 教育她說 杯子一定是不更 就像我們 我們大家在吃火鍋 外國人看到 Oh my God 你們怎麼會一堆筷子在裡面洗呢 孩子對真愛的想法 與面對現實的生活 能真的獲得家長的認同嗎 六號爸爸 你沒有去參加過瘋年祭 那個很恐怖耶 那個就算你不要喝 它也是往你嘴巴灌進去的 沒關係啊 如果那時候你心敞開的話 你就喝了 沒什麼關係啊 這完全是個觀念 你會不會轉開 你就是不要那麼固執 那今天確實 今天的婚姻型態 她的教育就是 教育她說 杯子一定是不更 就像我們 我們大家在吃火鍋 外國人看到 Oh my God 你們怎麼會一堆筷子在裡面洗呢 那這個怎麼會 會是一個說什麼敞開胸懷 那個杯子很多人 她看到 就聚落 整個大家這樣 那麼多人喝過 到她這邊 你覺得她要不要喝 她會懷疑說 這到底有沒有傳染病什麼什麼 這個是她從小 因為她的那個家庭的 教育的觀念 她就覺得怎麼可以 這樣喝這個杯子 到她這邊 不喝變成你不給我面子 你不對 你沒有融入我們原住民的生活 可是她喝的話 她會擔心她會不會被傳染疾病 這個已經不是敞開胸懷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住在旁邊的5號跟3號 你們兩位同不同意結婚 她的講法 我覺得非常同意耶 因為我真的覺得說 如果你們兩個背景 生活習慣 本來就不同的話 我覺得那是一種已經從小 像我們平常講話一樣 已經成為一個習慣 那你忽然說 你們為了兩個人 為了因為這樣 門當戶不對的問題 去改變兩個人 原本最真實的自己 那我覺得 有點扭曲相愛的那個道理這樣子 哇 我覺得 同意 我覺得還是不同意 因為我覺得 大家太focus在 太集中在一個點了 就是個性好不好 我覺得 對啦 其實說老話 個性好才相處得好 可是門當戶不對 其實問題不是要拉更寬 就比如說 像四段哥講的 一定要身分地位什麼東西 但是這樣才叫門當戶對 個性好不好的話 你在跟這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已經是了解啦 不然的話 你為什麼會跟他在一起呢 不是嗎 有愛 就可以改變啊 對不對 然後後面哪一位要發言了嗎 然後後面哪一位要發言了 沒有 所以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也就是大家一直問的問題 我們並沒有說 門當戶對的婚姻 或者感情一定結局是如何 沒有人有權利這樣子說 但如果我舉出一句話 各位來看看這句話 你們覺得同不同意 也就是說 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 他們在彼此情感的考驗跟摩擦 會比較多 你同不同意 同意的請答事 家庭的婚姻如果是門不當戶不對的話 他們必然經過的摩擦跟考驗會比較多 你同不同意 我想請教兩句話 今天在門當戶對來講是一個 門不當戶對要付出比較大的價格 我想就回應那個 許潔惠的一個例子好了 其實在我們食物上 事實上 我就記得有一對夫妻來做婚姻諮 她的婚姻諮商的主題就是 衛生紙的使用方式 那真的是不同的經濟環境裡面出來 真的是對單單衛生紙的使用 你就會發現到 怎麼單單這種主題 兩個人就可以吵很久 因為丈夫覺得一次只能拿一張 那太太覺得 我沒有擦乾淨可以再拿第二次 可是就為了這樣的事情 其實就可以爭執很久 那有時候我們仔細一談 你就會發現 其實最大的差異來自於他們的環境 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那個太太的環境是很富裕的環境 那先生的家庭是 他們是逃難過來的 他們有很多那種好像匮乏的經驗 所以他對於那個物資 他就覺得很多東西都要很節省這樣 當門當不互對的時候 能不能幸福 我覺得那個關鍵 其實是在當事人的特質 就你的人格特質 你自己的成熟度跟自信 包括是說你的家庭教育給你的 你對人的尊重 假如你自己都覺得比別人矮一截 其實別人說要怎麼樣地來尊重看待你 其實有時候都很難 所以我覺得那個人的特質 其實是婚姻幸福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陳老師如果是真的 真的條件差異大的家庭或婚姻的話 怎麼去經營它 是 像我太太她是說 他們家都是日本教育的 然後家裡進門就要欣賞 我回來了 然後要換拖鞋 然後到客廳要換拖鞋 然後到浴室要換拖鞋 我們家是因為眷村子弟 我們都是很自由的 所以我們剛開始的溝通 真的是很困難 這真的是需要摩擦很大 但是這種摩擦會有兩種結果 一個就會變成很熏爛的 好像煙火一樣 看起來好棒的 但是另外一種就會擦槍走火 會變成會把你房子燒掉的 所以說整個不管你是門當護隊或不護隊 都會有摩擦 那當然這個適應期 我們沒有可以一刀把它切開來說 那如果護隊的話就不會有摩擦 不護隊的話就一定會摩擦比較多 只是說我們可以來學習說 一個自高點把它拉高起來 我們不能只停留在 只是看在一些經濟上的 實質上的層面而已 心裡的門當護隊是很重要的 如果能夠心裡 那段哥 段哥 節目也進行到這邊了 我們就來把那個題目再更嚇猛一點 你們的兒子或者是女兒都很單純 然後愛上了對方 比方說兒子愛上對方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你看也覺得很漂亮啊 也乖乖的啊 可是他們家呢 是在開膠鏡的 他的哥哥在販毒的 三不五時就叮咚叮咚 我問你 那一包東西你會不會好奇想要打開看看 蛤 不會喔 哇 你們那麼單純喔 蛤 然後呢三不五時又說 唉呦 他的那個這個女生的弟弟 又因為販毒被抓走了 這個哥哥現在在遭老了怎麼樣 你覺得這樣的門當護隊你OK嗎 這樣的這個這個 你覺得你兒子會 你會讓你的兒子跟這樣的女生 你也看他乖乖的 他也在上班啊 你可以請一位家長回答你的問題 這一點我真的要跟慧哥想想 我為一個朋友 他家真的就是在開膠鏡了 然後 哥哥就是殺人放火 然後 就好死不死他也是娶到了一個老婆 可是他今天講了一句話 今天我要娶的是他 我跟他是生活 而不是跟我家裡人去 去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嘛 因為你講真的是有碰到過啦 所以就覺得 是真的天女下還是有這樣子的 結果他兜了一圈還是到我這邊來 我這邊也是有一些案例 其實就是我的子女他 認識的一個博士生 他們家裡就是賽哥協會的 然後爸爸都是一堵啊 就一夜可能就是會 一堵連成的那一種 可是這個孩子真的很上進耶 那我子女不只一次來跟我就是說 諮詢說這個家庭能不能嫁 可是這個男孩子本身 因為出生在這樣的環境 他很想要就是把 證明自己是很OK的 很上進不受污染的 所以這個孩子很上進 所以我們難道不應該給他一個機會嗎 而且現在的生活 就是有這麼多的科究 現實條件這麼樣的磨難 所以就是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愛 大家能想像嗎 請給大家一個機會 真的 是啊 是啊 像我跟我女朋友 我們也是很相愛的 那因為我家的背景也是 我媽這個產商的樣子 然後我哥哥他也是 他之前也是這樣賭啊跟賭啊 然後我自己很努力很上進 可是我家的那件事情關我屁事啊 我也不是 也不是我的事情啊 我下個結論好了 我們基本上我們談的 這樣子好了 各位剛剛談的就是 如果對方也交往了對方家庭 是有犯罪的背景或紀錄的話 不應該成為你們倆之間感情的 任何的阻礙的因素 基本上因為這是一種 社會價值觀念的歧視 因為家庭並不代表子女的一方 也會有任何犯罪的可能性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這樣子結論下來 我們並不談 今天談的並不是所謂 對方家庭有沒有犯罪紀錄 你還不應該繼續交往 這是totally兩回事情 我們今天談的是一個門當戶對 普遍的例子 而不是任何個案或特別的個案 所以基本上我想問一下在現場的 現在還是認為在你的觀念當中 門當戶對的觀念 在現在的愛情當中不重要的 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還是多數 那我們就問一下你們的意見如何 我自己的觀念是覺得 所謂的門當戶對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比較不像是家裡面的事情 因為就像兩個人在交往 你們兩個人的認識到相愛 兩個人的相處 絕對就是你自己本身就會有 你自己的一個條件跟想法 所以就是你覺得這個人OK 他的家庭背景你也可以接受 興趣你也可以接受 所以你們才會在一起啊 所以如果覺得 你分後可以不跟對方的家裡往來嗎 我是說以如果現在學生的交往的話 是這個樣子沒有錯 那如果以後要論及婚嫁的話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完真的 就這位同學我問你嘛 你跟這個女生真的要結婚了 結果對方就講說 我們就照傳統習俗啦 小聘八萬八啦 大聘八十八萬啦 多的我們就不要拿啦 那你現在就要去湊這個錢 而且你還要包括他要吃多少大餐 你知道嗎 你要發擾喔 如果他們家是那種家大業大的話 那個餅一吃的話 是幾百斤幾千斤耶 那個一買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侯佩成 一盒就要兩三千塊 如果人家要那種level的話 你怎麼辦 我現在應該還沒有想到那邊去 我現在還沒有結婚的打算 還有哪一位 三號 我覺得說大家現在都是把焦點放在自己的感覺 那有沒有想過自己父母的感覺 當對方是真的就是高高在上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你父母 他會不會覺得有點自卑感 結果我們都會是只考慮說 我們現在相愛 然後我們現在風雨無阻 然後我們吃不好的什麼都沒關係 可是父母的感覺呢 父母是不是希望他小孩最幸福 而他小孩認為他這樣最幸福 那就尊重他 其實父母這個層面其實是滿自私的 為了自己的面子 為了自己來幹 你真的為了你小孩的幸福 其實父母對小孩的愛是無私的愛 既然無私的愛 你就不求回報 你為什麼一定覺得說 小孩子要做某一些要符合你的 你才覺得好 六號爸爸你真的是很特別 因為你學工程的 所以你那個邏輯跟我們真的 不是 我覺得我是人文的觀念比較多 我覺得真是人文 人文的大過於科技 請問問六號爸爸就是 如果你已經看到 如果那個小孩可能會不幸福的話 就是以你的眼光 你的過來人經驗去評估 就覺得他有可能會不幸福的話 那你會去 我根本不會去評估 我完全尊重 六號爸爸你結婚沒啊 我結婚啊 你有沒有小孩啊 我小孩二十六歲 你離婚了沒 沒有 你太太幸福嘛 非常幸福 我覺得這個觀念是 只要我們慢慢把這樣的觀念鬆開以後 其實每個人會找到他自己的 找到他自己的幸福 其實我想說尊重大家在這個課程上 這個功課大家都會學習 可是重要的是 有些時候我們如果 以用那種激情的方式 來尊重激情 有時候會很危險的 了解嗎 太激情的話 我們只要愛兩個人 愛得你死我活 就好了 愛得你死我活 感覺非常好 其他不管了 這是很危險的 父母親 如果能放任 這叫做放任 那麼第二個 其實這個門當戶隊裡面要學習的一個 我說你要把層次拉高 或者你們一直都會衝撞在生活的層次面 比如說剛剛那些很實際上的生活面 應該把層次拉高上來看 或者你一定會常常在生活上會有碰撞的 那怎麼樣去拉高呢 就是你們之間跟父母親之間要成為朋友的這種關係 有沒有去拉緊 這條繩子拉緊了以後才有可能解決 或者我們只有互相的拉扯 而且彼此的傷害 最重要的還有一個就是最後面的 那麼就是什麼 真情之愛 什麼叫做真情之愛 你復出的 剛剛我說我同意六號 在最後他所說的交長說 無條件跟犧牲的愛 但重點 我要加一句 不會被逆境疾狂 那你才是厲害啊對不對 小慧你告訴我 今天討論完了之後你的感覺 我的感覺 我真的還是要勸我背後這些年輕朋友 因為我現在在享受我生命當中最棒的一段感情 我從來沒有享受過這麼多的愛 包括我女朋友他們家人 那我跟他們之間的那個互動也好到就是 比方說我今天去那個籤筆工廠 然後我會做一支籤筆給他爸爸 做一支籤筆給他媽媽 那我覺得我講這個是說 因為我在某一種基本的行情之上 所以可以這樣 我回想以前為什麼沒有辦法 是因為那時候民國七七年七十八年 股票飆到一萬多點的時候 我一個月薪水才三千六 誰敢把女兒交給我 那當然我講的就是說 在找那個幸福的籌碼 如果你個人的學識 你個人的經濟收入 你個人的經驗 人生的歷練什麼什麼什麼 你的交友狀況 當你這樣子的話我覺得會是一個幸福的開始 你能夠打開那個幸福的大門 我覺得門當戶對 我的解釋是這樣 就是說 大家不要真的被愛那個激情給沖昏了頭 仔細的想想看 我覺得就是門當戶對 因為現在對外家長都會就是說 要求說 你一定要賺很多錢 年薪什麼百萬 年薪千萬什麼的 因為我本身也還沒結婚 因為到後面那個女孩子也是 也是嫁人了 也是變成就是說 也是過得不是很好啊 所以我覺得說 也不一定就是說要門當戶對 其實那個門當戶對 不是在比說 你有一千萬 我有一百萬 是在比 是不是一樣的這個 就是 怎麼講 一種尊重跟 程度 對對對 不是在比說多少錢 不是在比說多少錢 他認為就是說 我們就是沒有錢 然後就是 就 對我們那種很鄙視的眼光 那他如果鄙視你 你如果愛那個女生 你為什麼要自卑呢 沒有這個不是自卑 那你可以證明給他看 你這個不是自卑 後來去證明之後呢 結果他爸就跟他講了一句話 如果你繼續要跟他在一起的話 我跟你斷絕那個母子關係 一邊是親情 一邊又是愛情 左右為藍的自己 最終的決定 會有什麼樣的傷害呢 對 對 他就認為就是說 我們就是沒有錢 然後就是 就 對我們那種很鄙視的眼光 那他沒有尊重過我們 那他如果鄙視你 你如果愛那個女生 你為什麼要自卑呢 沒有這個不是自卑 那你可以證明給他看 你這個不是自卑 後來去證明之後呢 結果他爸就跟他講了一句話 如果你繼續要跟他在一起的話 我跟你斷絕那個母子關係 那他也是這樣子 那我也是尊重他的選擇 我覺得 這是我們自己的人生 不管是好是壞 還是都是自己要去選擇的 我只是想補充 就是我爸跟我講一句話 還蠻有道理的 就是真經不怕火鍊 就真的 的確是建立在愛情基礎上這樣子 那可是 就是兩個人要有共識 一起去克服這些困難 我真的覺得 兩個人談感情 真的不可能一般風順 一定會 從逆境求成長 所以我覺得我愛他 所以我不管他怎麼樣 我一定會為了他去做任何的改變 我一定會看到自己說 我哪邊不好 我去補足 雖然 可是 你自己改變很容易 但是你的家庭有沒有辦法 我們今天講門當戶的 你有沒有辦法去改變你的爸爸媽媽 不要再開賭場 你有沒有辦法改變你的哥哥 不要再販賭了 可是為什麼不能從我們這一代 他現在就斷絕這個東西呢 對啊 是這樣 這是他們的事情 你怎麼斷 你跟你爸爸媽媽斷 你這樣慢慢做不是一觸可及的 真的不是一觸可及的 但是有他在做以後 再有第二個 第三個 那是不是整個是會慢慢的氣氛 就不是會這樣了 這總要開始做這個事情 我今天不是說完全否決這個部分 而是說 談到門當戶對 我們大家如果要做錢 一定要選擇更輕鬆的 是不是 我一定想說 我的意思也不是說 那你一定要賺很多錢 如果我們大家都是公務人員 我們都是這樣的薪水 我們就來交這樣子 所以呢 不一定要吃大雜蟹 往往計畫來趕不上變化 你現在把幸福的基礎 墊立在你認為的 框框的門當戶對裡面 可是這個社會上的條件 優勢的條件 一直不斷地在轉化 就好像說現在當醫師 其實不是最好的收入了 而且當 如果你父母親跟孩子 跟他說服說 你這個門當戶對的對象 可以帶給你幸福 美滿感 可是聽說連動戰一來 你受到雷曼兄弟的拖垮 整個家族這樣子吞噬了 到時候你會去怨對你的父母親 你為什麼當時告訴我 這樣子的價值觀 或者是說 你本身有這樣的預設立場 結果你得不到你該有的東西 那東西的反噬其實是很大的 我反而是贊成說 就是你真正的價值觀 你有去磨合 這個真的是跟學士 跟家事 跟任何東西都沒有關係 是兩個人內心的那種呼應 內心的呼應 當你能夠找到 跟你內心契合的人的時候 一切都不重要 我想我們今天的節目 開始從門當戶對的解釋開始 但顯然門當戶對 在現代社會 它依舊存在 但是定義已經 越來越不一樣了 您自己覺得 這裡面的觀念應該是什麼呢 您自己思考吧 乾杯 我覺得門當戶對還是很重要的 很多的事情 包括觀念 它是不會隨著使勁而修所改變的 我們從今天的討論可以發現 現在那個父母已經沒有那麼傳統了 我覺得聽完今天的討論之後 我覺得門當戶對已經不是任何 兩個家庭之間的條件問題 我覺得是自己父母跟孩子之間的 價值觀的問題 門當戶對在現代的時代來講 不是那麼重要的 交由年輕人自己去決定就好了 討論完的問題 讓我覺得說 我覺得年輕人還是 現在這個時代 已經這個時代 年輕人還是應該有自己的想法 他們可以做他們自己喜歡的事 那父母應該給他們多一點空間